Hello 大家好 我是田龙 如果你有留意到我的面子树的话 都应该知道我是榴莲狂 我非常非常喜欢吃榴莲 前几天我就收到风 就说到沙巴在Papar这一区 有一棵榴莲树 它是有200年那么久的 所以200年那么久 那个时候连我的朋友 James 你知道吗 James Brook 都还没有来到婆罗州 你讲厉不厉害这个榴莲树 大家这个时候咧 怎样的要请我们的这个园主出来跟大家见面 你好你好 这一个榴莲果园大概是有多大的地方 整十个一个 你是第几代 我是第四代 第四代的这个果园 你说它的榴莲树有多久 所以200年的榴莲树是合理的 厉害咧 我们马上去看那200年的好不好 Let's go 好 各位同学 我身后的这一棵 就是有200岁那么久的榴莲树 非常高我没有看到 过来让大家看一下 非常大棵 所以我今天呢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 朝生一下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今天真的很开心啊 可以看到200年的榴莲树 我真的是要好好感受一下这个200年 看一看这200年 这个榴莲树是怎么样的 我也是 很快 看他 你是自己想到没有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 要有很大 那是一个 你是不是 没有你 没有 要是一个 那是一个 没有 还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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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200年的岁月 不是开玩笑 谁可以经历这200年 但是他可以 现在还是屹立不倒 你刚才看到吗 是整个历史都一直在回顾 很厉害 这样是一坡钱了吗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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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唯一的问题是 就是 旅工票 旅工票 为什么给他票的联储 最高 通常旅工票最高 我会更安全一点 因为我会的 哈哈 我会购买 你会购买的 你会购买200元吗 我会购买200元 我会购买200元 平时我去吃榴莲的时候 我们说榴莲老书 是40元 50元 都说榴莲 你购买200元的时候 我会购买一本 我会购买一本 所以我会购买一本 他就说200元钱 为什么他购买一本 所以我购买一本 其实你购买一本 其实很工夫 他们在13元 其实在13元 我购买一本 看一看 都在13元 我购买一本 所以Kina是23元 今天有每年都要搭 已经搭过了 每年都搭 在13元 我们过去找100元 集会一搭 我走一圈 看看你们一位 真的有200年的榴莲 给我吃了 我们去找找一下 来啦,看到咯,还有,还有点帅哈 没什么鸡的哦 没什么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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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没关系,像你破纽鸡的鸡的鸡 Oh my god,我现在鸡皮疙瘩了,200年的鸡的鸡 给我吃真的是上天对我太好了 哎,不错啊咧 诶,穿一下子 嗯 哎,地盘喊那个鸡鸡条哦 哦,鸡皮疙瘩了 鸡皮疙瘩了哦 鸡皮疙瘩了哦 鸡皮疙瘩哦 走,我们马上去吃200年的榴莲 太荣幸了 有点紧张 有了 哎哟 还是有点带黄的哦 鸡皮疙瘩了 鸡皮疙瘩了 好香 今天好香 虽然我们的鸡皮疙瘩了一种 但是它是有带一点甘甜的哦 非常好 两百年啊,朋友 哇,这四人可以吃到200年的榴莲 甘酸毛肥 真的没有想过我真的是有这样子的缘分 因为刚才我真的是没有期待还有那个榴莲 因为刚才原主跟我说是那榴莲已经跌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还是给我们找到一颗 我不要吃完它了 因为我们还有工作人员 给他们修一下200年 OK Thank you very much 再一次的告诉大家 Saba 有200年的榴莲书 太感动了 另外 如果你知道在Saba 还有过百年的榴莲书 欢迎你留言给我 或者是inbox我 只要配合到时间的话 我就过去你榴莲吧那边拍了 OK 是这样子